这是商鞅版蛇战群儒 一番兄便拨打老秦群臣 升任左助长 喜提木工剑 走上变法覆强之路 此乃先祖木工镇国金剑 号令所指 威者杀无事 自今日起 木工剑赠于魏央 凡坏我变革大忌者 无论公事宗心 一律依法论罪 结果振奋人心 过程精彩绝论 随着一声 客亲到 留着小胡子的魏央 一袭白衣 款款而来 众人都议论纷纷 谱挺大 还报号 谁接客亲 可笑可笑 魏央却好像没听到 静止走到中央的大树岸旁 秦孝公走入正视厅 一袭黑衣 怀揣木工剑 格外的庄严肃目 随着诸臣落座 孝公直入主题 如今客亲魏央 拿出了变法强秦的方案 这是国家大事 咱得上下同心 今儿开会呢 大家一起探讨下 有问题请直说 此话一出 正视堂内一片安静 大家都明白 孝公这是要给魏央做背书 不知该如何应对 而底下有一个老头 早已看穿了一切 他不是别人 正是老干龙 这一句话 立即化被动为主动 现在的情势 就变成了魏央谈变法 大家一起来找茬 魏央早已成诸在胸 他冲孝公一拱手 冲全场一拱手 深吸了一口气 方今天下大事 只有变法才能强国 就正式而论 秦国变法大要有四 奖励农耕以赴国 积赏军功以强兵 统一治权以理政 一封一俗以正名 四纲之下 各有相关法令 以保证事实 太子傅公孙古提出质疑 客行您说的是具体怎么变法 这里面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秦国需要变法 我们秦国朝野一直推出的都是武功组织 你想要变就得先说我们组织有啥不好 不然大家也不服气呀 好端端的秦国没人想变 这一问虽然损 却正好让魏央有机会说明变法的必要性 秦国组织仍是较为完整的春秋旧制 其弊端有三 第一弊端 王道之国已经过时 不符合天下大争之势 尖端新政没啥效果 和已经变法的山东六国 差距很大 孟车刷就站起来了 一阵阴孝 果然如此 目宫何以惩罚诸侯 这完全在危殃的射程之内 目宫之情 全来一贤之力 没有稳定的法令 为国人遵守 那是人治 绝非法治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目宫之后 秦国陷入四代混乱 尽是河西秦东两大根基之地 最终沦为弱国 魏阳毫不忌讳地当着满朝文武 直接批评了他们心中的神 秦目宫 但说得堂堂正正 梦澈是又气又尴尬 却根本答不上话 主持人公孙谷不失风度 面带笑意 谈吐自如 第二弊端 感情高论 秦国组织第二笔 降伐不公 士族有罪不乏 庶民有功不傻 农人耕有余 而依然贫困 军事占有功 而依然无绝 最终奋勇为国之正义 不能激养 一派胡言 魏阳说秦国赏罚不公 遭到了孟西白三族的围攻 西西湖先是建立统一战线 在座的文臣武将 哪一个不是有功着生 紧跟着开始嘲讽 孝公的两位心腹 若是有功不少 警监一个骑士 能做到内使 车英一个都位 能做到高决将军 白晋更是直接把炮口 对准了秦孝公的求贤令 大家看看 这招贤寡招来的王室 有个屁的功劳 竟然取代了 战功累累的子岸将军 当上了岳阳令 其他那些人又干啥了 个个都当了地方大员 这赏罚公平吗 孟撤早就算的不行了 对 还用去为央 有何功劳 拜克卿受官仆 宣号入朝 稍作而举 你自己无功受禄 反倒诋毁秦国 现场的气氛空前紧张 考验魏央的时候到了 但这对魏央来说 都是小场面 他一句话 就切中要害 士族有功变赏 不能等同于 庶民有功变赏 三位若能说出 庶民奴隶有功 而加决受赏者 魏央自善败福 魏央先是说明自己的论点 转而正面回应 三人的攻击 至于你们说我魏央 无功受禄 那更是错的离谱 武士阵前杀敌是功 文士运筹谋国 同样是功 秦功求贤令 明告天下 与强秦之士 共享秦国 小小可卿 何足道歉 魏央那一席话 说得正式堂鸦雀无声 孟希白三人脸红脖子粗 却无言以对 主持人公孙谷 好像没听见 刚才的争论一般 继续Q流程 魏央最后一条 逼政的陈述 也改变了策略 他不再指出 组织逼政带来的危害 而是为群臣勾勒出 一个强大秦国的蓝图 若举国同法 另行禁止 有罪重罚 有功击赏则 惯力无贪 庶民无私 人人奋勇立功 各个避罪求战 朝野一旦酿成 浩然正气 国家不怒自卫 加之秦人 厚重兼任 秦国必将大出于天下 魏央结束语的这句 大出于天下 简直就是老秦梦 直接戳中了 大哥迎前的祭典 好 先生之言 大掌秦人之气 当年 顺帝次我祖先 造有大旗时 就曾经预言 迎世一族 必将大出于天下 今天 被先生距离推出 岂非 大大即兆啊 秦国强大 必将应在 先生之手 大哥迎前 不愧是内袖之人 他的一番话 直接把魏央的变法 和老秦人集体 无意识中的想象 共同体相连 现场气氛 整个被拉到 对于秦国 未来的美好畅想之中 而孝公知道 真正的论战 还未开始 老太师以为如何 老干龙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自来明君治国 法度一静不移动 民风一鼓不移金 人心不鼓 势必沦丧 清言变法 邦国不详 老干龙的话 听起来很有道理 却根本站不住脚 太师宝学之事 何以出自世俗之言 庸人安于世故 学人异于所习 创新者生 守旧者亡 这是当今大潮 敢问太师 秦国 殷勋组织数百年 是殷勋强了 还是殷勋负了 或者殷勋的 没有内好思斗了 魏央的话 听着不入玩 但却是血淋淋的事实 老干龙没有回答 魏央的问题 而是直接亮出了底牌 说我们 从先军宪功继位开始 基本国策已经定了 退行新政 恢复木工霸业 咱军上发求先令的时候 说的也是这么个意思 今天客卿你来瞎白火 又不提木工霸业 又非议先军新政 韬韬大言 只说自家变法 此 客卿大谬也 秦国如今穷 不用你说 我们在座的都知道 变法自然要变 关键是怎么变 效法先军 推行新政 以恢复木工霸业 可以 抛开先军新政 非以木工霸业 野心勃勃 另起路骚 不可以 魏央刚想反击 被校工拦了下来 既然都是要变 不是几句话 就能说清楚其中的区别 我看呐 先不说如何变 先说究竟要不要变 掰执不清的 现在先不要掰扯 老太师意味如何 校工这首登门槛效应 玩的溜 只要大家都认同要变的事实 确定了变法的人事安排 后面怎么变 就由不得你吉祥物了 没想到暗下葫芦起了瓢 公孙谷又跳出来说话了 说老太师不是这意思 他是担心脱离先军新政瞎搞 会引发朝野动荡 会瘫痪国家战力 一旦再发战事 有亡国之威呀 说的风轻云淡 实则手辣心黑 校工想搁置争议 我就抛出危机 未央画饼大树天下 我就预言国破家亡 公孙谷这句话呀 利用的是人的损失厌恶 就像一个威严耸听的新闻标题 变法万一失败 引来亡国之难 这锅谁来背 可这难不住为央 他对公孙谷的担忧 进行了逐一的反驳 你担心朝野震荡 瘫痪国力 是变法必然有震荡 但只要法令得当 便可迅速平息 动荡之后 不但不会瘫痪国力 反而会增强国力 你担心再发战事 眼下分秦会蒙瓦解 秦国至少三年得歇 此时启动变法 真乃天赐良机 就算万一发生不测 新法奖励农耕 激励军功 后方粮草有补给 前方庶民猛杀敌 何惧之忧 当今列国变法 无不是优弱变强 为何秦国变法 就有瘫痪国力之忧呢 又到了杜志的秀智商时刻 杜志也分明是人身攻击了 大哥迎前马上抓住话头 人家克星未央入秦 拔身涉水三越 跑遍老秦山川 大哥信得过 别人自然不好反驳 批判不长眼的杜志 大家总是空前同意 好了 好了 辩论环节基本结束 大家虽然心有不服 但大面上思想基本统一 接下来就要到了重大会议结束前 最具仪式感的上价值环节 校工让黑伯去揭开谜底 这个从朝会开始 就一直立在自己和未央对面的 庞然大巫国齿诗 这座国齿诗是赢取两立的血世 更是老亲人群柔的标记 秦国变法不是虚应故事 有人拥戴 秦国要变 没人拥戴 秦国还是要变 为什么 是为了再造秦国 是为学我国齿 诸位 谁有不能割舍的厉害 不妨明说 众人一片拥戴之声 校工也带领大家 在国齿之前进行了宣誓活动 就这样一场影响 中华文明进程的大变革 正式拉开序幕 喜欢的朋友 拜托帮忙关注转发 我在这儿先行拜谢了